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增加三例的確診案例 這三例通通都是境外移入 不過觀眾朋友應該發現說 相較起幾天前 甚至一兩個禮拜前 我們境外移入在今天是大幅降低 希望這個數字呢 可以越來越少 那相當程度也象徵著說 應該是我們境外移入的威脅 可能可以稍微減緩一點點 不過呢 今天指揮官陳時中說得很清楚 在上個禮拜連續四天的 清明連假的這個威脅 恐怕我們要一直觀察到 這個禮拜天四月十二號 如果說有所謂的群聚感染的話 可能在這禮拜天之前就會發現相關的案例 這可能又是臺灣一個更大的一個變數 今天有幾個重要的訊息 英國首相強生 已經進到加護病房 之前說他只有輕微的症狀 可是現在看起來 全世界都高度關注英國的政治上最高的領導人 而如果說他的病情再度惡化的話 恐怕也會牽動到全世界防疫政策 以及民眾對這一支新冠病毒的這種觀感跟恐懼 再來呢 日本已經宣布包括七個像是東京 神奈川 祺域 千葉 大阪 兵庫跟福岡 這七個都府縣呢 是已經宣布進入緊急事態 所以進入緊急事態之後呢 這七個都府縣的知識 就是他們的市長 有權力要求包括徵用土地 包括徵用建築物 以及直接要求這七個都府縣的居民呢 去做社交距離的這些拉長 或者是直接避免外出 這是一個重要的訊息 再來呢 我們今天也會談到一些在臺灣的部分 像是中研院院長 他其實在網路上有一部 到底什麼叫做新冠病毒 為什麼新冠病毒對人類造成 這麼大的一些威脅 今天我也好好來談這些訊息 來介紹今天兩位現場特別來賓 首先感謝中國醫藥大學 新竹佈設醫院感染科主任張凱英 張主任 張醫師你好 大家好 非常感謝 再來歡迎是胸腔內科的專科醫師 何建輝何醫師您好 大家好 待會我們其實從今天開始 會陸續增加視訊連線的比例 當然最主要還是為了防疫的考量 待會我們會跟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言濟語來去做視訊連線 我們來看看今天最新的疫情 國內又新增三例 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全都是境外移入 累計全臺已經有三百七十六人確診 有五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 新增個案中案三七六 曾經與案三七零三七一搭乘同一班機 CI011 3月30號從美國紐約返臺 因為同班機已經有十人染病 雖然指揮中心研判 這些個案在美國感染機率較高 但目前正考慮對全機人員進行採檢 此外考量各國陸續傳出社區及醫院群聚感染事件 指揮中心也宣布六大策略擴充醫療整備 包括指定全臺三十四家檢驗機構 每日最大檢驗量能可達三千八百件 提供在地檢驗提升時效 疑似個案社區裁檢院所有一百六十三家 有一百三十四家應變及隔離醫院 專門收治輕症 五十二家區域及醫學中心 則專門收治重症患者 啟動四階段整備策略 首先會將個案收治負壓或單人隔離病室 第二階段會將非武漢肺炎患者集中收治 並空出病房 擴大設置專責病房 第三階段將停止收治非武漢肺炎患者 指出不進 最後階段則會清空非武漢肺炎的患者 只收治疑似或確診患者 另外也將盤點病床 目前全臺敷壓隔離病床有九百七十床 普通隔離病床有九百五十八床 專責病房病室有一千七百一十一床 全面清空則有兩萬多床 全臺呼吸器有九千九百三十二臺 目前全臺集中檢疫所有十三個 房間數有一千五百多間 未來也將建立重度及輕度病人 雙向轉整 落實住院前分流 住院後轉送的機制 而根據統計清明廉假後上班第一天一四五 武漢肺炎單日採檢量高達一千八百多件 創單日新高 對此指揮中心表示 境外移入的威脅應該是趨緩 但受到廉價民眾大量移動影響 是否會引發傳播 可能要觀察到四月十二號 記者 台會報導 不過其實我這兩天看到 陳時中戴起口罩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要故意釋放一個訊息 真的所有臺灣民眾不要掉以輕心 我們拿華航三月三十號 從紐約飛回來臺灣的這班飛機 十個人確診 本來昨天是九個 今天又再多一個 十個人已經確診 同一班飛機而已 臺灣真的不應該有任何的鬆懈 不過先請教一下 那個主任 如果純粹就數字 談數字的話 今天新增三個通通都是境外 是否代表著 我們第一波從中國 包括武漢在內 對臺灣的威脅 第二波從美國 英國以及歐洲回來 對臺灣的威脅 這兩波的境外一路威脅 已經大幅降低 可以這樣理解嗎 目前我想應該是說 全球的疫情 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大家都是快速增加 那人口還要再移動的話 他就要冒越來越大的風險 所以開始就是當初 類似逃難 禁國的就是一些人 他應該已經差不多到了一個階段 他能夠回來的能量 可能到了某一個程度了 這樣子 所以境外一路 我們開始看到 他有一個往下的趨勢 是 對 那接下來 其實我覺得臺灣 就是的確像主持人 剛剛說的 沒有辦法掉以輕心 因為這些人進來以後 他們當然還是有可能 雖然我們有大部分的人 都在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還是有一部分人 也許曾經在社區移動過 那這些留下來的痕跡 這些留下來的痕跡 會不會再帶給我們另外一波 社區的感染 其實還是要再注意一段時間 是 剛剛跟您在節目前 也稍微聊了一下 您似乎對現在的疫情 並不是那麼樂觀 最主要的擔憂 還是在於說前兩波進來的 可能在本土還是有很大的隱憂 到目前為止 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是看到我們當初從 大概從一月中開始可以通報 這個就是這個疾病嘛 這個新型傳染病 那一月中之後 大概到三月初之前 三月初之前 我們累積了大概兩位數的case 但是其實後面 後半 後面 大概半個多月 絕大多數其實都是本土案例 所以你就知道前面 境外移入的一波 大概兩位數的case 大概可以再給我們多少個 就是多少比例 就是還是會有看到社區的傳播 這樣子 那現在突然一次進來 可能一兩百個境外移入的 還在短時間之內大量 就是大量出來 是 那後面社區是真的 就是值得要關照 那何醫師要請教你 兩個問題 一個是今天新增三個 都是境外進來的 那我們之前 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前 都是二十幾個 十幾個 後來也有那個個位數 可是今天是三個 不過不太可能說 今天變三個之後 你就說沒事了 也許明天我烏鴉嘴 也許又會上來一點點 可是我想問兩個 一個是是否境外的威脅減緩 第二個很顯然 在所謂的前幾天 清明四天廉假 導致所有臺灣人心 人心惶惶 在你們醫院 真的有比較多的人 去發生症狀 然後去就醫 去看診嗎 主持人提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境外是不是有趨緩 其實我們不能單 從一天的數據 來做這個判斷 因為基本上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病毒有一個潛伏期 那基本上 我們還是要過這個居家檢疫 現在甚至指揮中心 覺得說居家檢疫過十四天 不夠還要再做七天的這個自主管理 是我們應該等 就是這一批人 就是三月回來 這批人至少過了這個十四加七天之後 我們才能這麼斷定 那我們不能說單一天三天 我們就掉了情形 那第二個說就是是不是過這個廉價之後 是在各個醫院有這個大批的這個篩檢人潮 這是一定肯定的 我們基本上急診已經被擊爆 那我們醫院急診已經被擊爆 對 因為現在就等於現在放很寬嘛 像等於你有上呼叫症狀 發燒腹瀉 那甚至有一些躺床 他甚至沒去這些經典的人 但是他是臥床肺炎的病人 你也不敢說他沒有接觸到這些去廉價去旅遊的人回來 是 那變成每個幾乎每個都要篩 是 那變成全部卡在急診 所以現在整個臺灣的篩檢 篩檢量也是暴增 是 就是我們之前大概都知道 一天大概七百到八百 是 那就昨天 以及指揮中心所公佈的這個數據 是到一千八倍增的狀況 所以可以想像 就我所有的急診的同事 以及就是同學 基本上都在抱怨這件事情 就是說 就是廉價完之後 每個都說他去了這些景點 然後他不知道有沒有接觸到疑似可能的人 ok 然後他很可能 他會 他會這樣覺得他有不舒服 然後跑來篩檢 一定是他覺得他一定有些某些地方 他覺得他沒有做得那麼好 是 那覺得他有一些上呼叫症狀 在現在這個季節裡面上呼叫症狀 其實蠻常見 那些感冒發燒 或是有一些就是喉嚨痛不舒服 覺得是一件很常見的事情 但是因為就是廉價 廉價這樣子一波 然後加上指揮中心這樣宣布之後 大家覺得自己好像生病了 不過陳時中講得很清楚 就是這一波就是清明廉價的威脅 要觀察到這個禮拜天 對 那這個禮拜天 其實在五天就到了 我想問的是只會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在禮拜天之前 我們沒有新增加 因為出去玩而不確定感染源的 這一種增加的確診病患 如果沒有 是不是危機就解除 如果有 問題就很大條嗎 應該說就是你感染到得病 就是每個人其實狀況不太一樣 只是我們現在比較知道就是說 你如果是重症的案例的話 大概就是五天到七天左右 你症狀就會出來 是 但是你要知道這些案例 大部分會先去一些的診所 或是一些一般的基層診所就醫 他可能去 我們看到之前 本土案例大概就醫 至少兩次到三次 是 他才會轉診到醫院 去做這個儀式的篩檢 那如果照這樣子的比例的話 講述 我們覺得我們這一個月 甚至都不太能放鬆 ok 瞭解 瞭解 不過這也提醒所有基層診所的 醫師 醫護人員 是 必須在這時候面對病患 要更加的小心 是 因為真的不知道說 他是不是有感染到 所謂的新冠病 對 這是一個重要訊息 我們現在也透過視訊連線 介紹我們第三位特別來賓 是豐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顏季宇 顏大哥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不過顏大哥等一下會請教你 不過先來請教 強身狀況還好吧 目前大家 全世界都在密切觀察 因為他三月二十七號染病 已經十多天了 禮拜天才宣佈說住院 接受說是預防性的措施 結果隔天晚上七點 就送進江戶病房 那目前 目前所知的訊息 是說他有接受氧氣 接受氧氣治療 但是還沒有用到呼吸機 那據說他的意識仍然清醒 意識仍然清醒 不過當然他已經 基本上雖然還是首相 但基本上已經沒有辦法 已經沒有辦法 統領政務 統領政務 那強生今年五十五歲 今天五十五歲 所以基本上是在所謂的 那種高危險群的邊緣 還不算高危險群 不過他的病拖這麼久還不好 而且等於說這基本上持續惡化 那的確是會讓人擔心 那這個當然也對英國政府的防疫工作 防疫決策 從公衛到經濟層面 甚至到政治層面 因為首相現在無妨適事 雖然有他找外相 找外相代理 找外相代理 但是對英國的各項的 在這個二戰之後最嚴重危機 對英國各項的施政 那都會有 都會有負面的衝擊 我們要持續密切觀察 是 待會兒再多請教一下 那個嚴大哥有關於強生 以及整個英國的疫情 但我們也會談談 日本現在呢 有好幾個地方 都進入緊急狀態當中 我們先來看看 上個禮拜 連續四天的清明連假 當然很多人跑出去玩 可是真的也不能說 完全怪這些人 因為其實悶很久 好不容易遇到好天氣 又四天的連假 說去喔 我戴口罩就好了 沒想到發了十一個景點的 國家級警訊 而這兩天確實在各大醫院的急診 發生了很多病患求醫的情形 來看看 連續假期過後 急診室外頭後診民眾 比遺忘還要多 院方除了例行性量體溫之外 現在還加問 有沒有去過十一個風景警示區 以前是針對國外的一個區域 那現在是針對國內旅遊 依照國家既定的旅遊警示區域 去做一個問調查 簽名連續假期的尾聲到禮拜一 高一小港醫院及其他地區醫院 陸續都有去過十一個警示風景區的民眾 因為身體出現症狀趕緊來就診 因為連假過後看診民眾大多以呼吸道症狀腹瀉為主 而讓醫界憂心的是武漢肺炎潛伏期是五到七天 連假是否成為防疫破口四月十號見真章 提醒民眾疫情期間減少外出 有到過十一個警示風景區的要做足十四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保護自己也避免他人受害 記者綜合報導 張醫師帳主任我要請教你 所以你也認同說萬一在這個禮拜天之前 我們發現因為去過這些景點而確診的案例 那就臺灣就慘了 我想這個禮拜天的時間點 我們要稍微回溯一下指揮官今天說的話 這個禮拜天我們如果推估 因為我們每一次診斷一個確診 其實大概五到十天之前 感染的比較有可能性 所以其實這個禮拜天應該是說 那個連假之後開始 我們可能會開始看到 如果那個有帶出大量的群聚的話 還大量傳播的話 我們可能禮拜天應該會開始 從社區裡面要撈得到 Case 是 是 是 對 那我再請教譬如說 我禮拜天譬如說 最年就要最後一天 我去了某個景點 而且我被感染的 就我們一般對於新冠病毒的瞭解 我可能在後天開始發病 最早的話大概兩天是有機會 但是我可能今天就開始發病 他應該是說 大部分人應該還是有點緊張 對 大部分人應該還是會有點緊張 那緊張到醫院 那當然醫院會評估風險 醫院如果覺得是可以篩檢的 可以怎麼會篩 但是在第一次陰性 真的不代表他就沒有被感染 OK 這個我想才是民眾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今天有一點點不舒服 去篩檢陰性 不代表我沒有被感染 因為這個這個病 他就是有一段時間的潛伏期 所以為什麼境外移入的 可以什麼要觀察 他十四天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 基本上應該會在十一天之前 大部分都在十四天之前就發病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 應該是說這個廉價 人口大量移動以後 我們要開始往後看 至少大概一個到兩個潛伏期 那第一個潛伏期 如果抓得到一些 Case都把他再關起來 第二個潛伏期 再出現的Case 應該理論上就是要 就是估計要比估計是要少這樣 那也要提供給所有的觀眾參考 就是說如果你有去過 其實不只是限 只限這十一個景點 像我自己有去大輪發買東西 大輪發人也很多 你只要去人多的地方 你就要注意自己身體健康狀況 你如果有懷疑 當然就是打一九二防疫線線 然後去做那個去讓醫生看 如果有採檢 不要以為說第一次陰性 就通通沒事了 你要非常注意自己接下來的狀況 也許還沒真正的發病 也許第一次你身體 還在跟他對抗 那也許過兩天之後 你身體大輸了 那我再請教 那馬上五一連假又要來了 所以我們需要做什麼樣 更嚴格的限制嗎 包括自己 從整個流行病學 這種觀點來看 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包含在 其實一兩個禮拜之前 大家開始會聽到一個字 叫Social Destinning 保持社交距離 保持社交距離 他其實廣泛來說 應該說整個人口的族群 開始在移動 就是人跟人的碰撞 機會變少的時候 這個病毒的傳播 他自然沒有那麼容易傳 所以他可以降低 每一個就是一個得病的人 再傳給下一個人的機會 是 所以這個就不是 就是光是意願 我把所有的人抓出來 灌起來 他還包含在 如果我們有一些潛藏的社區個案 因為包含我們其實都還是有一些 追不出來源的 就是的確診個案 所以社區裡面 可能有一些低度的 有一些就是零星的個人 他們在社區裡面活動 那如果大量 大部分的人 可以做到所謂的這個社交距離 然後再加上保持他們的 維生習慣 口罩 洗手 然後 少進出人多的地方 然後就是所謂的社交距離都做到 是 那其實這些人再往下傳的機會 其實可以少很多 那對整個就是大環境 整個人口 租群的這個流行冰雪 的時候 他就是會有幫忙 是 何醫師 我請教你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恐怕我們有很多地方 可以討論的地方 我們來按照確診的順序 描述一下 這一對阿公阿嬤 跟孫子三個人 確診的情形 主要是這個阿嬤 六十幾歲 三月二十號 開始咳嗽流鼻水 有部分症狀出現了 過了十多天之後 確診 然後他確診之後 說 奇怪 阿嬤沒出國了 怎麼會確診 怎麼是感染到 這個武漢病毒呢 然後他就去追 原來是他的先生 這個阿公 在二月二十三號 到三月十七號 是在美國的 三月十七號回來臺灣 可是那個時候 並沒有說要自主 沒有說要居家檢疫 只要自主健康管理就好了 然後再去追 他到底有沒有症狀 沒症狀 沒出國的阿嬤有症狀 確診之後才去追 才追到他的先生 這個阿公呢 從美國回來 但沒有症狀 可是後來呢 在四月五號確診了 因此在四月三號確診之前呢 阿嬤其實已經接觸了一些人了 同樣的 在四月五號之前呢 阿公也確認一些人了 所以找到阿嬤 找到阿公 欸 這個孫 在三月二十五號發燒 可是小孩子燒一天兩天就退了 所以又去上課了 上完課之後呢 四月六號 阿嬤就長確診 所以他會有幾個問題 是說 第一個從阿嬤追到阿公 一個有症狀 一個沒症狀 第二個從在三月十七號回來的 這個阿公呢 他不需要居家檢疫 所以他自己也認為沒事 國家政府也認為他應該沒事 所以他又接觸到的一些人 之後呢 才去追這個孫子 而孫子發燒呢 大家認為說 這個武漢肺炎哪有關的 所以又去上課 然後是在四月六號才確診 你如果看待這個家庭群聚案例 主持人提到這個家庭群聚案例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原因 是在於說 你看到這個阿嬤跟這個孫子 基本上不會懷疑他是武漢 這個肺炎 或是這個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 那唯一的漏洞就在於這個 就是這個阿公 因為當時候回來 美國是看區域說 他到底是二級 就是健康自主管理 甚至連二級都沒有 就是連有些區域 甚至就是連健康自主管理都不用 那直到就是指揮中心 到三月十七號之後 才覺得說 美國現在歐美的疫情非常嚴重 我一次把他們都列成三級 那這些人 大概之前新聞稿是說 有一萬六千人 就是應該本來是年健康自主管理 或是連健康自主管理都不用的 這些人應該就是要去居家檢疫 是要自己去跟衛生局報導 去居家檢疫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大概之前新聞稿出來 大概只有六千人 乖乖報導 剩下一萬人呢 他是不知道 那或是說他根本沒有這個意識 像這個阿公就是這樣案例 那導致說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破口 但其實上我對於這個案例 還沒有這麼就是關注的原因 就還沒有那麼擔心的原因 是說應該現在大部分人 都還是會戴口罩 以及注重這個手部衛生 是 只要他周遭人都有做到這樣子的 基本上的防護 就不會大規模的傳播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不只這個案例 就是我們之前那個實踐大學 這個講師 就是三零一 那三零一 那時候一開始確診的時候 基本上他有去追他 大概過去一個月左右的 他就是三零一也是去美國 然後他回來之後 他也是三月初 三月二 三月二號回來 那三月六號其實就出現症狀 所以他也是主於那種 就完全幾乎沒有在列管 政府列管的範圍裡面 那啪啪罩了一個月之後才確診 那中間他就去回想 他這一個月接觸的人 那就就是掛衣漏腕 然後就是之後這個352 就是這個什麼商店人店員 超商 對 他不是說 說不是超商 說是一個商店人店員 然後指揮中心有說明 反正他後來一開始352確診 當然要人性惶惶說 怎麼他又一個本土案例 追不到來源 後來回溯才知道說 他跟三零一其實有在某一個時間 就是三月二十一號應該 這個人應該健康自主管理的時候 他去跟他喝咖啡 去跟他喝飲料 一個密切接觸 大概一個小時 就在這個病毒的時候 就在那邊傳播了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 就是很明顯就是說 從這兩個案例可以看到 就是說民眾對於健康自主管理 這件事情 並不是這麼的有危機意識 甚至說他們對於健康自主管理 可以做哪些事情 或是不能做哪些事情 不是非常的清楚 是 那以至於說我們 那漏掉了一萬人 到底指揮中心 是覺得說我過了一個月 就不用去追呢 還是覺得說 就是他們已經過潛伏期 不用去追 還是說我們就等著他 哪天被我們社區 塞出來才回去追呢 我覺得這是需要釐清的部分 何醫師我再請教你 我們談這個阿公比較重要 然後阿嬤跟孫祖 其實其實比較不那麼具代表性 阿公是三月十七號回來的 對 而像他這種在三月十七號 之前從美國從英國 從歐洲回來的人 對 是否還具到現在為止 還具叫風險傳染 應該說我們比較清楚 這個疾病cause 大部分是重症的 那就像我們感冒 有些人感冒可能三天 有感冒可能一個月 是 新冠肺炎病毒輕症 我覺得也是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說有些人就是你可以 像是我們之前的案2526 他可以就是長達一個月左右 就是輕症甚至無症狀代言 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造成我們這個破口啦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 之前臺大公衛也是這樣子 評估說這些回顧的人 他可能預估裡面 可能5%的人是這樣 輕症或無症狀代言 是 他就可能會在社區裡面 長達一個月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直到他傳給某一個人 那那個人覺得不太對勁 那就醫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回縮 如果現在指揮中心還是用 就是說我們以 他們的說法是說 假設這個阿公有去診所就醫 他有這個就診的紀錄 那我才會去通知他 但是假設他沒有去就醫呢 或是他自己拿成藥吃呢 或是他覺得他根本就是個小感冒 他自己就會好了 那他就會在社區一直傳播下去 瞭解 而且到現在都說他沒有症狀 對 沒症狀幹嘛就醫 就是一定有一定的比例是無症狀 不過那我再請教一下張主任 我們如果再從這個案三五六 這個阿公來看 因為我們也不確定說是阿公傳給阿孫的 還是阿嬤傳給阿孫的 不曉得 但我們如果假設是阿公 是最主要的感染源的話 他三月十七號 我們假設是三月十七 就最晚那一天 那如果是再更早 那問題就更大了 假設是三月十七號 他被感染的 四月五號才確診 這大概是十八九天的時間 然後呢三月十七號 假設他是三月十七號 最晚一天被感染的 然後呢是孫子在三月二十五號發燒 那我們強調不確定是阿公傳給他的 然後也有可能是阿嬤 可是呢 他的太太呢 是三月二十號出現咳嗽流冰水的症狀 也就是說 這遠遠不是所謂的七天就可以放鬆心情 就可以鬆懈下來 他可能所謂的你的警戒壓拉到所謂的 不管是十四天乃至於二十天 甚至一個月 因為在一個月內 還是很可能發生傳給別人的情形 是我們看到這次病毒的潛伏期 短的當然是看大家 paper 可能兩天 對那長的話也是有會說到十六十七天 甚至更長 中國其實正早一點點 有一些data是更長 但實際上我們還是要回頭去看 他的疫調有沒有確實 是 他如果中間還有再接觸別的來源才得到的 那我們把他 我們一開始以為的源頭當作他 就是可能被感染的時間點 然後追溯他的發病人 但這個潛伏期當然就會顧得太長 所以第一個你要看他疫調 確實不確實 然後第二個 這個在家裡 我想他比較重要 其實是提醒我們 第一個是自主健康管理 他能做不能做的事情 他沒有他大概跟他的家人 不一定有做到很好的隔離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回頭居家檢疫的重要性 回頭居家檢疫把這些人 儘量要關回家裡 還減少他在社區移動的重要性這樣子 是 對所以他其實這個case 我其實覺得讓我們學到 或是告訴我們是說 當他開始入境 從一個高度感流行區回來 進到我們自己的環境裡面的時候 先把他隔離起來 那個居家檢疫居家隔離的重要性 是 是 對 可以確實做到這一點 提醒所有臺灣民眾 真的不要說小看第一個 這個病毒的傳染能力 第二個不要說七天沒事 就真的沒事 因為已經有很多確診的案例 是超過七天依然傳給別人 我們來看看強生 強生之前有人說 英國是佛系防疫 當然不見得是真的是這樣子 不過當先前強生來說 我身體健康還蠻不錯的 可是後來說確診了 確診他還是說 我身體健康很好 依然可以領導英國這個國家 不過現在突然一天之內 住進了加護病房 來看看 五十五歲的英國首相強生 五號住進倫敦聖湯馬市醫院後 因為呼吸困難的症狀不斷惡化 醫療團隊決定送加護病房 密切觀察 需要時馬上可接上人工呼吸器 雖然官邸聲明強調首相意識清楚 目前只是採取預防型的措施 但這幾天來強生沒有足夠休息 視訊影片明顯憔悴 真實病況引起媒體議論 這段期間必要的國政事宜 則由他先前指定的外交大臣拉布代理 首相病重讓疫情陰霾雪上加霜 也打擊士氣與政策 英國醫療體系與資源不堪負荷 瀕臨崩潰邊緣都是代理首相立刻面臨的挑戰 四十六歲的拉布擁有牛津大學 跟劍橋大學法學學位 曾在前首相梅伊任內擔任脫歐大臣 因為不滿梅伊對歐盟讓步太多而求去 強硬脫歐派的強生接任首相後 立刻延攬拉布入閣 外相兼首席大臣的地位相當於副首相 也獲得強生點名代理 未來他會主持每天內閣的防疫匯報與國安會議 包括美國總統川普在內 歐盟與各國領袖也紛紛發表推文 表達關切 並且祝福強生早日康復 另一方面 從政前當過七年醫師的愛爾蘭總理瓦拉德卡 則響應衛生部長三月對醫療人員的徵召 重新註冊為開業醫師 每個禮拜將值班一次 負責電話評估患者情況 為控制疫情貢獻一分心力 目前徵召計畫已經獲得七萬多人響應 記者施惠中報導 我要請教一下 嚴距與嚴大哥 如何看待現在英國的情形 我們先來看看五十五歲的英國首相強生 已經進到加護病房 三月十二號的時候 他還說內閣已經制定四個階段的抗疫計畫 而且進入第二階段的延緩期 民眾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可能英國會有一些家庭 失去他們最愛的親人 三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內閣大幅強化防疫措施 因為之前有人批評英國叫做佛系防疫 英國要求他們的國人 留在家裡面不要出去 三月二十六號 突然間強生出現高燒咳嗽的症狀 三二七呢 他確認感染了武漢肺炎 那他也跟英國人都講說我感染到了 但我在官邸自主隔離遠端辦公 四月三號我們強調三二六到四月三號 其實就過了一個禮拜了 七天過去了 他說自己還有一點症狀 從有症狀 然後呢到第七天 他說有輕微的症狀 到四月五號 大概就第九天第十天了 他說呢持續發燒跟咳嗽 所以住進醫院了 四月六號的時候呢 病情加劇 住進了ICU 不過意識很清醒 那不過外交大臣現在代理他的職務 我先請教這件事情 請教嚴大哥 對英國整個不管是政治 乃至於整個防疫造成多大的衝擊 英國首相是政府領導人 而且強生基本上是一個蠻強勢的 蠻強勢的領導人 所以他不能夠實際執行政務 那當然會蠻大的影響 一些重大的決策 譬如說如果說防疫 防疫工作到另外一個階段 譬如說如果疫情又 疫情呢繼續升高的話 那英國是不是要採取更嚴峻的措施 那這時候強生可能就沒有辦法 直接做決斷 那譬如說如果說英國的經濟 受到很大的衝擊 那是不是要推出更多的紓困方案 那這些呢都是非 都是在疫情蔓延時期 非常非常重要 不過剛剛 剛剛從英國那邊傳來的消息 大概可以算是好消息 就那個唐靖10號首相府 首相府的那個發言說 目前醫生是確認說 強生並沒有肺部發炎的情況 就是他並沒有肺炎 但是他並沒有說明說 為什麼沒有肺炎 感覺到我們應該說肺炎應該是 重症者最危險的症狀 為什麼沒有肺炎 還要送進加護病房 不過他們很明確地說 強生目前並沒有肺炎 然後也沒有 也沒有接上呼吸機 所以大家不用 大家精神也還不錯 所以他們現在 他們現在似乎是希望 釋放這些訊息 來安定人心 然後他們也說 今晚美國總統 川普非常熱心的 為小老弟好像要送煞 送煞他非常推崇 推崇的那種抗虐疾的藥物 但是唐靖10號也表明說 我們不會使用 我們也不會使用那個藥物 好像這也是正好提醒 提醒市場跟提醒大家 就是說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非常 在臨床實驗上 已經完全證實的有效藥跟特效藥 所以連英國首相 都會非常非常的謹慎 不過我們也來看看日本的情形 日本首相安倍記者商 就在剛剛宣布了日本 包括東京 神奈川 祁鈺 千葉 大阪 兵庫 福岡 這七個都府縣 進入緊急事態 從四月八號開始生效 一直到五月六號 期間是一個月 那這個當然是那個 很重要的是 在實施緊急事態之後 七個都府縣的知識 就可以要求 所以這個地方我要來徵用 或是這個建築物我要來徵用 或者是民眾必須要佩服 和政府辦什麼樣的事情 再請教研濟宇 研副總編日本的狀況 您所掌握的訊息是 最近主要因為是東京那邊 全球最大都會區之一 東京那邊的病例 病例成長 讓各方都覺得憂心 所以本來安倍是有一點舉旗不定 但是在日本公衛界的 強力建議之下 真的連日本金團聯 日本最重要最重要的工商業組織 金團聯都主張 所以這時候已經不能說 再把經濟財政考量放在第一位 所以至少要做到緊急事態的宣言 尤其如果東京疫情不壓下來的話 這個一兩千萬人大都會 會不會又變成像美國的紐約周英那樣子 他們會非常非常的擔心 不過另一方面 日本今天宣布這個緊急事態 雖然看起來堂而皇之 然後首相親自宣布 不過他只極限於七個都跟縣 然後他的寬延的方式 如果我們說防疫有佛系防禦的話 那日本這個可以說是佛系封鎖 或佛系封城 基本上他一大部分都是 都是一種指示呼籲要求 尤其對人民的那種行動 就是說你那個店要不要開啊 學校要不要繼續上課上學 很大一部分都是授權地方 但授權地方地方也沒有法律的強制性 唯一有強制性的是針對 醫療設施跟醫療物資 譬如他可以徵用一家 徵用一家私人的醫院 徵用他的建築 徵用他的土地 他可以徵用藥廠的生產設備 徵用一批 徵用藥物 所以他主要的 主要的功能 並不在於剛才那個來賓所講的 社交疏離 Social distancing 而在於說用這個方式 一方面提醒民眾 事態真的非常嚴重 不能再馬照跑舞照跳 尤其日本人 這是非常非常勤奮的一個民族 我們這年看到說日本的上班族 還是照樣去 照樣在尖峰時間 去擠大宗運輸系統 這讓人非常擔心 一方面呼籲提醒日本民眾 要加強這種公衛的警覺心 另外一方面 就是繼續強化日本的公衛體系 公衛體系的應戰的應變能力 他們這樣這幾天 進來一直在設法 增加自己的感染病床 那增加負壓隔離病房 甚至他們這兩天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策 就是盡量把 比如東京一帶的輕症患者 輕症患者 比較不嚴重的輕症患者 請出醫院 讓他們住到一般的旅館 有點像我們台灣之前講的 所謂檢疫旅館一樣 那日本政府現在已經 已經指定了一萬三千間客房 在關東跟關西 關東一萬間 關西三千間 一萬三間間客房 用來準備安置 安置如果到時候 到時候報徵的那個輕症病患 就是要把醫院 最重要的醫院 第一線的醫院 就盡量保留給 保留給重症病患 所以他們現在主要的 都還是如何強化自己公衛應戰 應變能力 從這個方向來做他們的 做他們的施政 是非常感謝 封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嚴濟宇 嚴大哥跟我們做視訊連線 帶給我們 包括英國跟日本的最新消息 非常感謝 不過我們同時也來看看美國 這個是美國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評估研究所 IHME 他在今天所公佈的一個預估 必須強調這是預估 那這個預估呢 有三張非常關鍵的圖 這一張是說 美國在這一次 新冠肺炎導致 包括這一條呢 是所謂的病床數的需求 那另外一條呢 就是ICU的病床的需求 再來一條呢 就是呼吸器的需求 這三項最關鍵的 不管是病床 不管是ICU 乃至於呼吸器呢 通通呢都會在 這個是大概是四月十六號 達到最高峰 如果說醫護崩潰的話 他可能這一段時間呢 會面臨到全美國 這是整個美國 如果你再回到像是 個別的紐約州 或其他的州呢 那壓力恐怕會更大 也就是從現在開始 要到四月中下旬 美國整個醫護 會承受極為龐大的壓力 這是一個重要的圖表 第二個圖表呢 這看起來就更嚇人了 這是那個 Days per day 每天新增的死亡個案數 現在看起來呢 今天是四月七號嘛 四月七號呢 也還是在爬升的階段 還沒到頂點 頂點呢 可能是要到四月十五十六 四月十五十六呢 大概預估美國每天要死掉 三千一百三十個美國人民 這個是死亡的高峰 之後才會慢慢下來 也就是新增的死亡個案數呢 恐怕要到五月之後才會減緩 那一直要到六月以後呢 才可能整個控制住 這個是累計的死亡數目 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從四月開始爬 那個速度是非常非常嚇人的 一直到五月一號 還沒有辦法整個控制下來 恐怕一直要到六月之後 整個情形才會有效的控制住 我先請教一下張主任 你如何看待 從這一個美國 他們的自己學術單位的評估 來去看 包括醫護能量 包括整個疫情的發展 我想 主持人剛剛有提到這個study 第一個我們還是要說 他是一個預估值 那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我們要看一下他的標題 他上次是寫 for social destiny 就是所有的人都做到了 那個社交距離之後 還預估的指是這樣子 那當然 這算樂觀的預估 對 這算是相對其實是樂觀 那只是說要回頭 回到我們對這個病的認知 就所有我們現在診斷的 都是我剛剛說回溯到五到十天前 他接觸的 所以我們現在診斷的大概 他的那個發病 就等於已經來不及阻止了 所以你現在診斷 那你可能就是已經來不及阻止他 你只能盡量去救他這樣子 那他接下來就是 所以那下面一個問題說 那所有的醫院 要做到盡量救的話 他到底有多少能量 他現在必須要能夠開始預估 因為可以看出最近 其實他們就已經很多消息 說他們的醫院醫護人員 都已經碰到很大的壓力 防疫物資不足 或這些重症的能量不足 會已經讓他們覺得 就是會有顧不來的狀況 那之後如果他還要預估 會估出一個就是實際上 可能會到達的高峰 來估計說這個缺口 到底有多大 因為這個缺口的大小 會關係到之後 真正的 我們後面第二第三張圖 那個致死率 你的醫護能量足夠 我所有的重症 的case還顧得足 顧得下來 不要發生 院內爆發性的感染 不要讓醫院 就是必須要奉院 很像我們曾經經經歷過 很痛苦的那種奉院的流程 還不要經歷過這件事情 那後面的致死率 你就還有機會再控制他 瞭解 但是你如果這個破口太大 那我們就會顧及 他的致死率 其實還是有可能會往上 我們應該可以假設 依照這個華盛頓大學 所做的推估 這是前提是 所有美國民眾 要保持足夠安全的社交距離 才有可能出現 這樣子一個曲線 但如果說醫護崩了 或者是人沒有維持好的社交距離 這個曲線可能會再往上飆 而且可能還會往前捅 然後也會往後捅 所以這個pick呢 會變得更平緩 然後更難下去 那我再請教一下 那個何醫師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情形 六月至少我們都還看不到 所謂的樂觀的訊息 不管是美國或全世界 因為現在其實疫情還在往上爬 所以我們現在談到什麼時候結束 基本上太早了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個美國 他也在 通常這種預估 不管是台大公衛 或是這個美國的這種健康協會 在預估 基本上都是希望給政府 或是給政策方面 給他一些就是說 我們應該準備多少物資 我們目前還缺多少 我們要趕快生產 我們趕快把這些醫療物資 戰備物資 趕快步到前線去 我們預估還需要多少 那至於他的這個最高或最低值 倒不是我們現在應該討論的重點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到底還缺多少 那他必須再投入多少人力 物力 去把這些口罩 呼吸器 甚至就是相關的醫護去調到 他所需要的地方 我們知道所謂的紐約跟加州 甚至是賣RV 是這幾個重災區 那他是不是 雖然全面有這麼多醫護人員 他是不是也可以有效地去分配去做調度 這是一個就是考量的重點 那至於他說 他最高或最低 這個其實就是他們政策方面 要去做考量的地方 是 那討論說他到底會落在哪個點 其實並不是一個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瞭解 不過至少從美國 從英國 從義大利 西班牙來自於從中國 一直告訴我們說 千萬不要掉以慶幸 你一鬆懈 那問題就會更嚴重 那可能要做一個更正 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用了這一個表 那有那個網友指證說 這不應該是說指死亡率 要指致死率 他講的是對的 我們講的是錯的 為什麼呢 致死率是說 那個確診裡面的 有多少人死亡 死亡率是說 譬如說臺灣兩千三百萬人 裡面有多少人 因為武漢肺炎而死亡 而這個分母呢 其實是確診的人數 死亡人數是做分子 所以他指的應該是致死率 不是死亡率 這是我們上禮拜 是講錯的地方 所以要特別做更正 那另外到底為什麼 這個新冠病毒這麼可怕 中研院院長呢 在昨天跟今天呢 有一個影片是他做翻譯口述的 其實做得很好 那據我所知 這影片應該是他女兒寫的啦 你看他女兒自己親手畫的 非常明確告訴大家 什麼是新冠病毒 對人體造成多大的威脅 來看看 所有病毒都攜帶某種遺傳物質 DNA或RNA 新冠病毒的遺傳物質是RNA RNA被像一殼的蛋白所包覆 這一切又被病毒外膜所包裹 病毒外膜基本上是由脂肪和蛋白質組成 並有刺突蛋白從病毒外膜中突出 如果病毒找到合適的機制的話 RNA具有所有此病毒需要如何複製的指令 但病毒本身缺乏複製的機制 因此它必須感染細胞 一旦病毒進入您的身體 它便尋找具有正確受體的細胞 特異性很強的刺突蛋白 會尋找稱為ACE2的受體 並與它結合 ACE2代表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 當病毒與這種在細胞上的受體結合時 就可以進入細胞 並將其RNA釋放到細胞中 細胞具有自己的複製機制 如核糖體將自己的RNA製成蛋白質 但是現在病毒可以劫持細胞的核糖體 並將其自身的病毒RNA 轉化為蛋白質 成為新病毒所必須的組件 基本上它使細胞變成病毒製造機 並且在此過程中破壞了細胞 一旦產生大量病毒 病毒便從細胞中突圍而出 並殺死細胞 新病毒將感染新的細胞 以重複此過程 那麼感染此病毒如何導致常見的症狀呢? 如發燒、咳嗽和呼吸困難等 ACE2特別是在上呼吸道的細胞上表達 這些細胞稱為杯狀細胞和鮮毛細胞 這些是前線的捍衛者 杯狀細胞產生黏液 捕獲細菌和病原體 鮮毛細胞然後掃除異物 並和黏液流出 以清除入侵的顆粒 當病毒攻擊杯狀和鮮毛細胞時 這會引起發炎反應 即呼吸道刺激 會因刺激而產生乾咳 如果你健康 可能你的免疫系統 最終能夠在病毒散步到下呼吸道之前 在這裡抵抗感染 但是如果您的免疫系統 無法在上呼吸道阻止它 病毒會向下傳播 而進入肺 特別是肺泡 肺泡是肺中的氣囊 氣囊是氧氣 與二氧化碳之間的氣體交換場所 病毒就是攻擊肺泡中的細胞 當人體檢測到病毒時 它會產生免疫反應 進入超速檔 免疫細胞被送到肺泡 導致它們腫脹 並充滿液體 免疫反應過度 會損傷更多的肺泡細胞 導致更多的細胞死亡和脫落 使肺部充滿更多的碎屑和液體 這打斷了進入血液的氧氣傳輸 並導致肺泡最終塌陷 這就是為什麼呼吸困難 是COVID-19感染症狀之一 第一次看看不太懂沒關係 多看幾次大家都會變專家了 那這是一個完整的影片 在中央研究院 在YouTube的頻道上 你可以看到更完整的這些資訊 其實真的寫得很清楚 而且很重要 不過再請教一下張主任 剛剛我們談到說 整個病毒侵入人體的過程 但是有一點不太理解 像是強生五十多歲 你說他老也不老 也算壯年 之前臺灣也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個案 也是死亡 所謂的一夕之間病情急轉直下 該如何理解這個病毒 應該是可以這樣說 他是畢竟是個新興傳染病 新興傳染病 意思說這個病毒以前不曾出現在人類身上 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感染他 第一次認識他 所以對我們的免疫系統而言 他這支病毒是誰 我要怎麼去對付他 這個都是免疫系統要重新學習的事情 所以他其實剛剛那個影片 有稍微提到一部分 就是後面很厲害的發言反應 有一部分是來自於你的免疫系統 你的肺炮受傷之後 引來你的免疫系統 再綽綽的一個反應這樣子 所以在我們的免疫系統 在跟那個病毒對抗的過程中 就是本來就是有可能會有點 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對 那我們對這個疾病的認知 目前從就是全世界給我們的報告 看起來 前面新得到的話 大部分還是會像上呼吸道感染 或有些又不是很典型的 不是很典型的呼吸道感染症狀 先開始 那差不多來到了一個禮拜 他會不會走到重症 我們就會比較看得出方向 那走到重症 我們也是就是對醫療人員 就是跟他拚嘛 那跟他拚就是過了大概七到十天 他在他在加護病房裡面 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他出不出的來 我們白話一點說 他到底出不出來 再過一段時間 你就會看得出來 所以說一開始時間點 大家都差不多 那他就是要一點點時間 我們才會知道 誰會上誰會下 是 是對 所以他算是在這個疾病裡面 我們可以說這疾病 告訴我們的一個就是一個病史 就是他一開始清症不代表他一直都會很好 他就是中間可能會有變化 是 那我再請教何醫師 我們現在能夠對於說有一道牆 是哪一道牆 在牆之前 大家看起來都是清症 看起來都還好 可是是什麼樣的情形 那一道牆被打破了 啪一下就病情急轉直下 啪一下可能只是咳嗽 突然間就肺炎 突然間就住ICU 有這樣子一個分界嗎 主持人提到這個 應該不是說啪一下 應該說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那我們可以看到影片裡面 基本上可以理解成 就是說我們這個上呼吸到的這些 不管是悲狀細胞 或是鮮毛細胞 他有點像是我們這個 假設我們把身體比喻成一個國境的話 有點像是我們邊境的城牆 那假設他開始接受感染的時候 會發出一些細胞的激素 就是有點像是燃起這個烽火 但瀕臨城下的時候 我們至於跟這個病毒打仗 到底是兵敗如山倒了 還是我們能跟他對抗 甚至逆轉 就是取決於你的免疫力 以及你是不是有這些慢性病 洗腎 這是糖尿病的狀況 假設我們有這些慢性病的話 當然就會兵敗如山倒 那現在也說 這個肥胖可能也是一個 兵敗如山倒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些因素 在正常的比較年輕人狀況 我們是大部分是可以打贏這場 跟這個病毒的對抗 但是就是要看每個case by case 以及說就是當下的你的身體的狀況 因為年輕人也是有可能他過勞 或是長期處於一個壓力大的狀況 當然像基本上他是沒有病例的狀況 如果他再遇到這樣的病毒 也是會兵敗如山倒的 那我再請教一下 所以這個階段 臺灣所有的民眾要做什麼 做好勤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就可以做好整體的防護 是的 就是做好這個社交距離 以及就是注意說你周遭的人 是不是有類似發燒症症狀 如果有這個群序狀況的話 基本上也要小心 是不是有這個新化肺炎的病毒感染這樣 真心希望臺灣不要功虧一愧 謝謝你收看 在我們小時候這個是常常看到的 在臺灣的故事 每週一週二晚間九點 就在公共電視 我覺得所有的防疫團隊真的很了不起 你看就為了那一台飛機上的幾個人 還要出動多少的人力 為人民盡心盡力 部門不虧跟那些人 台灣這邊這次防疫的制度都很積極 很完善 再三的檢疫 檢疫次數拉到很多 很謹慎 在這裡生活的14天 很感恩 很知足 非常感謝他們這些 來的一個幫忙協助 內心變得很像溫暖 雖然我們在第一線 遭受到很大的壓力 可是至少民眾是知道我們是用心的 然後是給我們一些鼓勵的 不怕我覺得要配合 安全是重要的 應該啦 應該啦 會不會覺得很麻煩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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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是有緊張總是好的 因為這樣對防疫會有一些失職的作為 烏肉飯 油豆腐 肉丸 糯米腸 燙精菜 好像都需要用它來紅袍加深 他會給我一種 雖然我來台北 可是我跟我去住成長的地方 還是有連結的那種感覺 夏圈代表的意義就是 又有麻藝可以吃了 到台北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東西是只有台中人吃的 鄉愁是什麼滋味 週三晚間九點 公視頻道 字幕志愿者 請報告 請了